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很高兴大家观看我的ECMA Script 6编程艺术 我是您的贴心讲师,我叫柯南 上一节,我已经讲完了函数参数的默认值 那么下面还有两个用途 一个是便利MAP结构 便利MAP结构 其实便利MAP结构跟我们的便利节省的结构 其实都差不多 那MAP结构便利的方式 我们会用到呢 我们可能还没讲到的Fall Off的循环方式 那么用Fall Off来便利 大家会发现 它比我们之前用的Fall In 会更加方便,更加直接化 然后还有一个是输入模块的指定方法 那这两个方法我将在一节内直接把它讲完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便利MAP结构 好,我们把它保存一下 来,新建一个 下来 这里我们叫做便利MAP结构 不是结构 是结构 好,便利MAP结构 保存 第七个 DHTML 好,便利一下MAP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 那要便利MAP结构 我们是不是首先要先画个MAP 对吧 画个地图 好,MAP 我们画一个地图 我们声明一个变量叫MAP 然后我们给它等一个MAP结构吧 好,等一个MAP结构 然后呢 我们来定义一下吧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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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定义什么呢 嗯,我在想 还是自黑吧 ID 等于什么呢 007 好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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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继续来自黑一下 自黑一下 ID等于007 那么NAME 等于什么呢 好 Colon 然后呢 MAP MAP一下 嗯 不了 就两个就行了 我觉得足够了 足够了 好 我们要个Fall Off 我们来个Fall Off 应算 那里面我Let 一下 Let一下 什么呢 我把两个值都给它弄出来 Key和V6 好 前面这个是我们的Key值 后面是我们的V6值 对吧 我们把它Key和V6 Off 什么呢 MAP 这个MAP是我们的这个变量值 名字 OK 然后 把它输出来吧 我们把它输出来 Consult.log 什么呢 我们把Key的值 Key 加上什么呢 Ease 好 我们给它控格开 等于V6 行 我们就像这样 它就已经把它输出来了 好 我们看一下吧 先看一下 F12一下 我们发现它已经出来 我再刷一下 把它输进去 好 ID是007 名字是柯南 好 ID ID Ease 007 然后 Name Ease Consult 好 这样是可以把它输利出来的 那么在这里输利的话 我们要 要看一下 其实 对于这样一个对象来说 对于这样一个对象来说 其实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Map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简单的输出来 我们会发现Map它等于这一串 对吧 ID指向007 Name指向Cona 好 这个是我们的一种Map结构 那它 它是什么结构呢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吧 Type of 好 Map 我们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结构的 我们发现它是一个对象 对吧 Object 是个对象 既然是个对象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它的件值 这个是它的值 这是件 这是值 那么这是key key的V6 那有的时候 我们只想取到前面的值 有的时候 我们只想取它的 我们只想取件的名字 有的时候 我们是要取件的值 好 那如果我们只取件的名字 应该是怎么来的呢 要只取件的名字 我们可以用for 什么呢 直接还是一样的 let也行 var也行 最好用let吧 在for情况里面 我们要let可能会好些 然后我们直接key of map 好 key of map 好 console.log 然后我们把它 把它拿出来 便利一下 看一下 然后我发现 它得到的是 第一个key是id 第二个key是name 好 它得到的是什么呢 第一次是id 第二次name 好 这个是我强调一下 注释一下 这个叫什么呢 获取 件 名 获取件名 好 这个是获取件的名字 那么在上面一个例子当中 我们也可以发现是什么呢 它是同时 获取的 件名和 件的值 两个都可以获取 那么获取件的名字是这样的 那如果我们只获取件的值呢 好 在这里为什么要讲一下 我一写 大家就发现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 提前打个逗号 然后才是v6 那为什么呢 当然我们不一定要用key 也不一定非要写v6 只不过是什么呢 它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件的值 而件的名 第二个是我们件的值 那么既然是第二个 它是件的值 所以呢 我们要强调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一个 我们就可以直接现在省略 用个逗号隔开 好 那我们要个map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隔过来 concel.log 什么呢 v6 v6 好 这回我们就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值是什么呢 007 好 conor ok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第六大用途 叫做便利map结构 那最后一个用途 输入模块的指定方法 输入模块的指定方法 来我们来看一下吧 输入模块的指定方法 输入模块的指定方法 那么什么是模块 我记得我在之前讲那个什么呢 讲跨模块产量的时候 我已经提到过一次模块 那比如说一个js文件 一个js文件 我们就可以当做一个模块 那如果我们要n多个模块 我们是不是会写n多个script 然后呢 type等于什么text javascript之类的 然后src等于这块 那后来处理一个比较智能的模块 叫require 叫require.js 对吧 require.js 它说白了就是弥补了我们的这一点 那因为弥补这一点的话 好 弥补这一点 但是我们在用require.js的时候 它却会控制 会限定它的一定的方法 那么我们可以用解构数字的方式来 来控制它 比如说我们就用个const查量吧 让它不要轻易改变 因为我们引入东西的话 是不轻易改变的 好 然后呢 sauce 什么呢 路径对吧 还是什么呢 map ok 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 这相当于是我们的什么呢 节点 是吧 一个节点参数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require require 然后呢 在require当中 就是我们要引入过来的文件 这一类的 好 我们可以像这样 来指定一些方法 比如说我们的路径 是哪一个 我们要引入哪一块的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对象的解构复制的方式 来一次性指定我们的require的方法 在里面 好 这个就是输入模块的指定方法 那么在这里 由于我们没有引入require.js 所以呢 这个是无法运行的 就跟我们的这一个例子一样 由于我们没有引入require 所以呢 它也是无法运行的 那我只能像这样 简单的给大家点到这里 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自己去了解像require.js 或者是angler.js当中的这个引入模块的方法 好 那我在这里就不再过多的赘述 行 那第三章的内容 我们就是这么多 第三章 我们重点讲了 数组的解构复制 对线的解构复制 自负算解构复制 函数参数解构复制 以及解构复制的一些用途 那大家重点要了解一下 解构复制具体 它有些什么优势好处 好 这就是第三章的内容 变量的解构复制 好 第三章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